今天您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中市热门的重化区 13期和14期 近几年日寿暗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而近期不少的建案完工 出现了交屋潮 但是0403花莲强震之后 接连又发生了白起遗震 震出了屋主的危机意识 很担心买的房子是否安全 是否影响到结构 也因此让燕屋的需求大增 就燕屋业者在地震后 接获的委托 至少增加三到四成 四大箱的黑盒子摆放就定位 从雷射水平仪 弱电检测器 内饰移到热线相仪 用无时锈法宝 准备上工 固定在我们的设备上面 加好洒水器模拟下雨天 测试窗框周围 有没有存在漏水风险 水有吃到墙内 所以明显有一个低温处在这边 接着检查墙面上的裂缝 一个个逃不过燕屋时法眼 再来浴室排水孔 有没有堵塞 阳台地面的泄水坡度 同样得仔细检查 不落高 尤其0403的花莲大地震后 震出民众的危机意识 不少买房即将交屋的屋主 担心震后房子出问题 主动寻求燕屋公司协助 业绩至少增加 散到四成 可能会有发生问题的部分 把它找出来 不想要买到一个有问题的房子 陆续听到建案都会出一些问题 对我们自己也比较有保障 最在意就是窗框 有没有渗漏水 墙面 有没有因为地震 造成一些裂缝裂纹 另外这一家全屋诊装业者 主打一战式 从设计装潢到家具家电 一手包办 更将燕屋纳入服务项目 事前举办说明会 替屋主节省时间和预算 最主要有一个统合者 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哪一个环节应该找什么人 毕竟移动房子价值不菲 在成为有颗异足的最后环节 花点少钱为房屋渐渐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隐藏风险 介绍文字要留取台中 差不多